台湾独立 I'm Taiwanese I stand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我今天是拜访我的一位老朋友 我的老朋友 他的老师 也是我们做小字型的一个同行 那么今天我到这里来 并不是说拜访我的老同行 而是拜访我的老朋友 就这个机会 我就看着这个墙上 有一户台湾独立的 这样的 再放高一点 看看清楚 台湾独立 I'm Taiwanese I stand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所以我就有点疑惑 我说台湾不是 还要怎么独立 我想请教一下 所以他说 愿意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话题 这个太好了 所以就是说 我把话题交给他 就是说台湾独立 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一个小孩子到18岁 或是21岁要离家 这种小孩子要独立 就是几个 第一个经济要独立 人格要独立 然后你的territory 就是你可能要搬出去 或是有自己的一个 你自己负担得起的地方 那台湾都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有自己的土地 有自己的所谓的国号 然后有自己所谓的人民 有自己的法律 也别人也管不到我们 我们也有我们的军队 那可是很多人还活在历史的灰烬中 所以台湾其实已经是独立的现状 但是很多人并不觉得 他应该可能就是1949年 那时候来的一群人 或者是他有经过一些错误的资讯 或者是并不清楚的资讯 如果说我们以财务管理的观点 就是所谓的资讯不透明 你资讯不透明 当然你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决定 所以刚刚Daniel问我说 为什么台湾已经独立 你干嘛要挂那个旗子 我认为很多人是不知道 或者是以为台湾没有独立 或者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觉得台湾独立 这个旗子里上面有写 就是I stand for Taiwan 就是我站在台湾这一边 那我对台湾人是有骄傲的 是有自信的 如果一个民族 对自己没有自信 他没有办法民族自觉 他不会觉醒 那我们都还是在无理梦中 然后好像以为自己 不是个完整的人 我想台湾人就是一个新的民族 大家要有这种心情 跟角度去面对这件事 而不是我们还忘记自己是谁 英国人不会说他是哪里来的 德国人也不会 更遑论是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所有移民到美国人都说他是美国人 顶多说他是亚裔的 非裔的 或者是西班牙裔的 可是他们都认从一个地方 叫做美国 United States 一样台湾也是移民国家 如果说大家来到这里 都各自带着各自的期待 可以 但是你不应该带着各自的角度 各自过去的角度 跟过去对于历史的记忆 它只是记忆 那我们现状我们就是一个国家 所以台湾人应该要了解这一点 我希望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 我听懂了你的意思 你就是告诉大家台湾其实是独立的 所以说台湾独立其实是个伪命题 甚至是说是没有必要再说的 因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 既然已经是独立的了 你只是不断地提醒大家 我们已经是独立的 是这个意思 我听懂了 我只能说是I acknowledged 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也听懂了 在我来说 我讲过我到台湾来 我是没有立场的 我不站在任何一边 台湾的独立一号 统一一号 都与我老九 没有关系 没有一毛钱关系 因为我站的是一个 更高的点来看问题 我是站了一个全人类的 这个点来看问题 关于这个呢 我在我自己的节目 以后的节目中 会讲述 也就是说 下面我提出的问题 不是我本人的观点 不代表我的立场 下面我提的问题 只是一般的人 喜欢提出来的问题 对吧 我希望我这个拿出别人的 这些疑问来提出来 有人说这个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都是讲英语的国家 而且他们都是 从文化上 从人种上 从各个方面 都是有渊源的 但是他们是不同的国家 对吧 拿这个来比喻台湾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也就是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那么就是说 能好不好理解 非常好理解 而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从事实上 台湾跟中国 大陆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华民国 事实上是分治 的一个状态 我认识中共的 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委派的 台湾省的省长 金瑶如先生 他是我的私人朋友 他却从来没有到过台湾 我问过他 我说您是省长 你为什么不到台湾去 关心一下你的人民 他跟我说 他们不给我签证 就说 你们台湾不给我签证 所以呢 这个已经就 很说明了 我只是说 从为一个国际政治来说 从一个世界 这个大局来说 从这个来看 既然如此 为什么联合国 不承认台湾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为什么美国 日本 所有的这些大国 不出来 说台湾 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原因是什么 能不能跟我回答一下 这个是一个 这个问题 可能连川普 都回答不出来 那是容我 一个小小的台湾人 来 以我的角度 来回答这件事 美国独立之前 他只是英国的属地 那 德国 在二战的时候 也侵占了很多国家 波兰也曾经是 那个 苏联的附庸 甚至也被侵占 那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 我觉得 就回到我刚刚的问题 如果人民有自己觉醒 那你就可以是一个国家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 国中 那时候 南非还是 戴克拉克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 台湾跟南非 大概是世界 唯二两个孤儿 就是 是国家 但是没有加入联合国 那 南非被排斥 跟台湾被拒绝 有其历史因素 当然国际政治 是非常现实的 当然谁拳头大 谁就说话 可是 我们不能因为 自己今天是 比较微小 好像微小 然后我就忘记 自己的存在 这个 就好像你忘记 自己是谁一样 忘了我是谁 那我觉得 我们台湾人 要先记得自己是谁 那自己 至于国际社会 我们要不要在意 当然要在意啊 可是 台湾这个护照 台湾能不能进去 联合国 其实我觉得 大国的自私 跟大国的博弈 我们这种小国 是很辛苦 那有时候 站这边也不对 有时候站那边 好像也不对 所以 台湾 好像在 统跟独的背后 都其实各自 有各自的盘算 那些盘算 可能都不是为了台湾 可能是 大国的博弈 的结果 的表象 可是在于我们 一个 三百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的这个小小的台湾 台澎金马 我们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 我想 在第一岛链 可能过去大家都知道 然后 地缘政治 慢慢慢慢 其实台湾从 为什么会从 集权到 好像过度 一直 现在已经民主化了 我想后面 有很多 外来力量 来 在 波兰 这是个结果 所以台湾 能不能加入联合国 应该说 过去台湾 在1979年吧 好像是 还是172年 忘记了 我们退出联合国 那个时候 1972 退出联合国 1979中美断交 所谓的台美断交 因为台湾 已经不是能代表 中国大陆 大部分的人民 中华民国 是个历史名词 台湾才是新的国家 在这个新的国家的 形成当中 我们如果自己不自觉 别人怎么帮你 给你名字呢 我们还在那边 跟中国争夺 中国代理权 所以我们进不了 中国 进不了联合国 说实在的 我们没有 虽然没有在联合国里面 可是我们台湾的护照 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都可以免签证 对不起 我要打扔你一下 您是拿着台湾护照 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很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还是 中华民国护照 但是 这个护照 还是很好用 所以这很吊诡 为什么我们的护照 好用不好用 是另外一回事情 就是因为你刚才 讲到的话题是 你是台湾国 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已经是一个历史词汇 因为我们 如果 就是因为我是 照着你的问题嘛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 没有办法加入联合国 其实不是台湾 没有办法加入联合国 是中华民国 被驱逐出联合国 代表中国这个席位 那么说 如果你改国号 改成台湾国 你觉得可以加入联合国吗 如果我说加入联合国 也是个假议题 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 加入联合国 我还是可以跟美国 做生意 我还可以跟全世界 做生意 为什么我们要加入 一个组织 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融入国际社会 可是我们已经在国际社会里面了 那么换一个说法 是 我们抛开联合国 不说 是 如果你改成台湾国 你觉得这些国家 会继续给你来往 会给你做生意吗 会承认你的存在吗 我不知道耶 真的我不知道 这我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我知道美国现在 他们所称的台 台湾 就是台湾而已 包括台湾关系法 台湾什么旅行法 他们都是用台湾 欧盟也是 所以我们 虽然我们对外交来说 我们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可是事实上别人都叫我们台湾 好像 其实大家都梦都醒了 只有我们还在做梦 这是台湾最大的调诡的地方 那在这个大梦要初醒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很多人也搞不清楚 到底自己是谁 我想民主是个进程 是个进化的过程 我想我们还在中间的那个点 甚至连上坡都还没有过完 但是我相信经过的那个所谓的 假设以化学 我是学学化学的 我们如果说突破 那个所谓的反应能量 或者是以物理学上面讲的 最大进摩擦力 我们接下来的动摩擦力 就会少了一点 我想 其实美国也说 川普也说 我可以退出联合国 他也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也可以退出WTO 这些都是美国创的 在美国战后 在二战以后 美国一战以后 美国创的这些WTO 之前的GATT 都是美国创的 这些美国创的 他自己都可以离开的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在里面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国际地位跟实力 并不是你有没有参加什么组织 我完全同意你关于联合国的说法 联合国过去其实就是美国的一条狗 现在美国不想养这条狗 它想把这条狗踢给中国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拍拖他不说 我们只讲 我非常欣赏 我非常欣赏你今天讲的一些事情 跟那些 因为我想你也是三十多岁 可能四十岁的人了 跟那些纯粹的二十多岁的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就是说 你看到的国际形势这一点 年轻的人就是说 我们要成立台湾国 我们为什么不能独立 我们怎么怎么样 说心里话 我为什么 我再强调 你们独立也好 你们台湾 这个 我说来说去 台湾是我的外婆家 为什么是我的外婆家 因为台湾不是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我是在那出生的 这个不要去否定它 对吧 你说你娘长得太丑 她也是你娘 对不对 至于说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娘很丑 我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不对 我说 我承认我娘确实很丑 对吧 我帮着我娘 改得好看一点 这么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立场 就是我不想跟你 这个真台湾国 还不是台湾国的问题 我只是把这个问题 提到国际关系 就是说 我们抛开联合国 不谈 那么美国 中国 日本 这些国家 都是看着台湾 也就是说 台湾是一块 肥肉 很多说 我们台湾不是肥肉 我们是刺猬 就算你是刺猬 你满身长的刺 但是你也是一个 其实是 你没有进攻能力 只有自我这个 防御能力的 这样一个小的 这个 一个群体吧 从地理位置说 或者从人来说 都是一个小的 就是说 天命 决定了 你是一个小刺猬 或者小肥肉 夹在了狼跟虎的之间 因为这狼和虎 胡适当当 看着这块肉的时候 他们在僵持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是有生计的 台湾是可以存活下去 只要有一方 这个美国也好 这个中国也好 倒下来的话 那一边都可能吃掉 当然 美国是讲文明的 讲法治的 讲这个世界秩序的 他们会 比较的和善一点 他只是要你买他的飞机 再买他的飞机 再买他的飞机 他会赚你的钱 对吧 那么中国就不是这样了 就是说 我们在社会上 为什么我说 我站在更高的点 今天我不再讲我这个点 我是站在全人类的点 全人类的点 那个呢 就是话题很大 我不想今天讲 我站的格局不一样 所以我看到的不是某国 某党某派 而是全人类 台湾存在下去的意义 台湾为什么 这个存在下去 它为什么那么重要 为什么保住台湾 因为它必须要影响到全中国 你必须去改变全中国的人民 很多说 我台湾人没那么伟大 我台湾人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问题就是 你管不好自己 你不把那14亿人管好的话 没你的好日子过 这才是关键 所以说我们要面对现实 就是 就是说 你要改名字 完全没有问题 我完全理解 如果我是台湾人 我也跟你一样 绝对是一样的 但是 你注意没有 你是在羊群中间 跟羊群讲道理 但是你把道理 拿出去跟狼群去讲的时候 这个道理就讲不清了 我是讲了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台湾 我觉得 对我来说 如果说我站在 这个台湾人的立场上来说 从感情上 我一定是跟你站在一边 但是从理性上 我会保持台湾的现状 我会尽量使台湾 不管它是什么名字 不管它在什么 我相信蔡英文也是 蔡英文反反复复 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我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为什么 尽管那么多 要独立的 像您 还有很多年轻人 我们要建立一个台湾 甚至有年轻人说 我们现在是被殖民 是被中华民国殖民 我说现在这个政府是谁选的 是你自己选的 对不对 而且它已经不是国民党了 是吧 是民进党 你还说你被殖民 那么就是 剩下的就是一个换名字的问题 对不对 你事实上是独立的 你事实上有你的军队 有你的货币 有你的政权 你的护照 全世界都认 你事实上是独立的 那么就是说 换这个名字 是不是那么的重要 要去激发一个狼来咬你 有没有这个必要 这是我所提出的疑问 对吧 那么就是说 中国啊 我不激怒你 我不给你发生正面冲突 我不给你理由 我不给你借口地咬我 我存在下去 我等待机会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它是永恒的 它是永远强大的 中国也会改变 也会进步 也许有一天 它会四分五裂 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如果上海也要独立 广东也要独立 这个北京也要独立的话 那我台湾为什么不能独立呢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可以从中华民国独立出来 那我台湾为什么不能 从中华民国独立出来 这都是道理了 问题是国际政治 是不讲道理的 是讲力量 对 我们是讲这个谁的 这个拳头大 对吧 所以说 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 这个台湾人的天命 你就是这个宿命 你就是这个命 很多人就骂九哥 你在这里劝详 你是中共的什么什么说客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说 你不能不认天命呢 天命又是台湾 你离这个美国太远 你离中共太近 你有本事把这个台湾岛拖走 你摸不着我也可以 否则的话 那你就自己走 如果你要在这个岛上生存下去 我的观点就是 保持现状 尽可能的 长期的保持现状 等待机会 只要台湾在 台湾人民就有机会 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 看法 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是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我的观点 事实上是比这个还要高 那么在我自己的节目 我再另外讲 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 我觉得你的说法 我大概百分之八九十我也认同 但是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讲 台湾的现状就是独立 我想这是我们两个共识 对不对 那我也不觉得一定要改名字 没有 台湾独立跟变成台湾国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回事 因为 有些人 台湾从来就是独立的 台湾就没有被中共统治过 从来没有 那可是 我必须再回头再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要呼应一下你的话 中国会不会改变 会 因为这五千年来已经换过很多朝代了 那我们以国际政治的现实来讲 美国这两百多年来 只要跟他 只要跟他对上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不倒的 最早他把自己的英国母亲干掉了 再来 他把 那个反对他的国内的势力 也干掉了 也就是南北战争 接下来 他把苏联也干掉了 那他 再来呢 他也把日本干掉了 可是 在美国强大的过程当中 你刚刚有讲到 美国是个奖礼的国家 美国 虽然二战打赢了日本 可是他没有占领日本的任何一个岛 或者是占领他的土地 当然他只是说 你就赔款吧 军费等等 那是后话 那 一个国家 他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 你说我们离狼很近 是 我承认 中国有很多 我对台湾是不友善的 行事 因为我们是块肥肉 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刺猬 这是同时存在的 如果你不是肥肉 谁鸟你啊 对不对 你就不会是刺猬 那为什么是刺猬 就是看我们两边的 这两边的这个所谓的大国 这两只大象 他们敢不敢踩这个刺猬 如果你吞下去 你如果不吞 他就是个肥肉 那个赛狗啊 大家如果看过赛狗 赛狗场上面 就是有一个假的兔子 然后就是让那个赛狗去追 这个 这个我们台湾就好像是那个假的耳 一直跑 一直跑 让美国 其他这些国家 日本一直在追这个 这个假耳 可是谁 你知道在那个赛狗场上面 有一个规则 有一个浅规则 只要是哪一只赛狗 真的咬到了那个 那个假耳 那个那只狗是要被干掉的 为什么 因为你 因为你 你已经out of the rule 你已经不在这个 游戏规则里面了 那也就是说 谁敢把台湾吞下去 我看下场都很惨 所以中国喊了要打台湾 学习台湾怎么样 七十年了 有打吗 没有 那我想我们台湾对日本的关系 刚刚不用讲了 我们对它的重要性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 没有人敢来动台湾 大家都是嘴巴讲讲 但是没有人敢动 这也是我们的地缘政治的优势 当然也是一个危机 我对于您刚才讲的话 我评价一下 首先是美国的强大吴 吴一字永 这个美国绝对是强大 但是美国有它的弱点 事实上 你看在这个历史上 从越战开始 包括打伊拉克 打阿富汗 他们就是 能在短时间打赢 但是他们拖不起 这是这个民主社会 跟集传社会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对吧 那么就是说 美国也不可能是永远强大 美国也会有危机的时候 包括现在川普总统 反中国反的那么厉害 他自己都会有弹劾的这种危机 对不对 所以说民主社会它的弱点就是 它不像这个极权国家那样的能够发挥效益 对对对 这是个问题 所以说不能够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 这个美国身上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就讲中国的事情 中国由于它是个集权社会 它有可能是亡活了 就是如果中国 它自己反正是活不下去了 对不对 我就讲两个例子 如果说习近平现在这个主席 真的当的是很艰难 真的要下台了 它是有可能亡活的 而且它这种亡活的话 你说它现在把新疆的军队 都调到福建这边来 你以为它吃再好玩吗 那绝对不是了 就是说它是有这个打算 就是一旦它的政权受到威胁 它必须要 这个集中全中国人民的心的这个时候 这个爱国心的时候 不要反对它 它就要找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是最最容易的是日本跟台湾 那它打日本是没有理由了 它等于是抵制日货 但是打台湾它有理由 它说我去打中华民国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意思就是不要给它理由了 它真要来咬你 你也没办法 那我就只是刺猬拿起来 我要给你拼了 对不对 但是不要激动它 不要给它借口 这是我所讲的 对吧 不要以为习近平真的不敢打 他现在说打打打 那都是假的 因为他真要打 这是军事机密嘛 对吧 我怎么可以告诉你 我要来飞弹过来了 他拿起来不喊不打了 这个你就真的要担心了 就是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堂上 我相信其实政客们 像蔡英文 像这个他们这些人 其实头脑是很清醒的 他不会那么贸然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为了选举呢 他要拿出这些口号来 要拿出一些 要鼓动这些一些情绪 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说 普通老百姓 也要知道自己的天命 知道自己的这个位置 知道找到一条 这个台湾能够生存下去的 最好的途径 最好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方法吧 讲的这个台湾 要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因 我认为 就是台湾最好就是能够 保持现状 包括劳动人民 包括自己也要认识到这一点 因为台湾人民跟中国 是不一样的 台湾由于这个民族制度 台湾人民 事实上是用中国的话来说 是不团结的 因为有很多派别 各种意见都有 因为这个民族社会嘛 对吧 那么就是你有喊要读的 也有喊要捅的 也有喊要就是说保持现状 各种都有 那么但是中国不一样 由于中国是一个集传社会 由于中国是一个洗脑教育的 我相信14亿的中国人 我不敢说全部 至少是一半以上是 真正的坚定的 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 也是有很多人真的会把台湾当成是自己的领土 会真的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是真心去救 营救自己的同胞 我们以前也是 我们小时候也是 大陆同胞 对不对 那个就是吃香蕉皮 什么啃树皮 你说的太好了 我们哪有香蕉皮吃啊 你解释对我们的污蔑 我们是在吃土啊 三千多万人失去了性命 饿死的 我们饿着肚子上街巨行 也一定要解放台湾 你知不知道 因为台湾人比我们更惨 解放军书说 对 解放军赶快去台湾 去救 营救那些 受苦涩了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小朋友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教育 对吧 所以我现在就是讲 为什么我要到台湾来 我作为一个大陆出身的啊 我到这里来 我都甚至不讲 我是挪威来的 我是美国来的 我是日本来的 我就直接说我是大陆来的 为什么 我就要缩缓这个距离 因为你不能够否认 大陆跟台湾有这个历史渊源 有这个文化渊源 那么就说 大陆人民跟台湾人民的沟通 交流 相互的了解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为什么要做节目说 台湾的猪肉多少千一金 的原因 我告诉大陆人民 在台湾的收入是多少 猪肉多少千一金 那么台湾人民并没有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 台湾人民是有权力骂他的总统 有权力去选他的军统 有权力去罢免他的总统 对不对 和各级官员 对不对 那么台湾人民有这个权力 中国人民为什么没有 那么台湾人民 拥有自己土地的权力 我可以买土地 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民 要做螺丝钉 而不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是用这个去感化 去让大陆的 我的同胞 大陆人民是我的同胞 看到台湾跟中国的 这个大陆的区别 这个差距 确实要 你必须要让全中国的人民 知道我们做人的 基本的权力是什么 我们做人是 我们人生是为了什么 那么台湾为什么 比我们先走了一步 要让他们看到这一点 他们才不会 以台湾人民为敌 那么同样的 我也在这里呼吁台湾人民 不要以中国人民为敌 现在在网上 这个很厉害呀 两边打起来就是 你们台湾怎么办 你们中国怎么办 你又不是跟我打过来 就是人民之宴 千万不要为敌 这真的就是 在几十年之前 国共之间 好可惜 算了吧 没电了 不是没电了 我今天带的这个机器 不是录这个的 是录这个风景的 所以我每三十分钟 它会断 所以我讲到三十分钟的时候 这个断了 所以我后面讲的一段 非常精彩的 没有录进去 那就是天意了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 跟这位朋友的交谈 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能够思考 真正是台湾的前途 其实是牵涉到 这个全中国的人民的前途 那么全中国人民 台湾人民的前途 其实是牵涉到 全世界人民的前途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 非常感谢你 非常感谢 OK 吃饭吃 这个朋友开一辆 很漂亮的车 车牌不开到了 push 我们来吃中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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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没吃 我好 有点 有点 我 我 我 不能 有点